三号 结果23比21 邓亚平获得了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以此乒乓球单打的金牌 奥林匹克精神是不是和女性独命也有些相通之处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男女平等 不参与泪卷我们就要躺平的年轻人 你有什么建议 要想实现她自己的价值 唯独平博 你24岁很年轻就退役了 别人认为这是你最高的成就 但是我觉得竞技体育教我最重要的 让我学会怎么输 认输但不认命 当你从领奖台走下来 那一刻开始一切从零开始 大家好 本期我们会见的是两位 在各自领域里非常杰出的女性 邓亚平老师我相信是不用介绍的 中国人应该没有不认识的 高慧我要介绍一下 她是瑞银财富管理部最年轻的 在中国最年轻的女性董事总经理之一 那么请来两位非常优秀的女性 探讨的是关于女性 现代女性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女性独立 然后女性财富管理 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女性如何寻找自我等等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曾经评价您说 就作为一个自身条件并不好的女孩 但是能够长久地称霸于世界平坛这么多年 我在电压评室上看到的奥林匹克精神 您怎么看她的评价 奥林匹克精神是不是和女性独立 也有一些相通知出 其实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男女平等 因为在国际奥会工作了13年 其实我们一直致力于这么几项工作 第一个是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更高的决策层 第二个是让更多的女运动员能够参加奥运会 我们看在东京奥运会 因为今年刚刚结束 东京奥运会将将达到49% 就基本上达到49%了 女性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比例 也是大大的在提高 就基本上是男女平等的 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 一直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 就是男女的奖金比例是一样的 像网球 像大家知道斯大满贯 对吧 斯大满贯这个网球公开赛 原来男子的单打冠军和女子单打冠军 男的要比女的多一倍 这是多少年达到这个平等兴臣的 我们通过的有个十年十多年的时间 这样子逐渐逐渐的然后提高 所以这在国际奥运会 其实你刚刚讲到女性独立问题 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关于女性的权利问题 平等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 在做这方面的事 其实青奥运会已经早就达到了 男女平等参赛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作为女运动员 应该来讲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多女运员有这样的一个资格 名额没有这么多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国际奥运会 鼓励让更多的女性参加奥运会 所以增加了很多的混合项目 男女混合的项目 因为有了混合项目 他就可以拉高女性参加的比例 包括像这次的奥运会 混合双打乒乓球 头一次进奥运会 也是这个道理 接下来想问一下高总 您是瑞银在中国最年轻的女性董事总经理之一 我也想问一下瑞银在中国的女性高管比例 包括女性员工比例 这个数据这些年是怎么样的 我自己觉得在瑞银女性是没有任何的天花板 在中国我们女性的员工的比例有64% 那在我自己的这个财富管理的部门 其实女性员工的比例更加是高达80% 那您心目中什么样是现代独立女性 从行业的属性上来看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我觉得的 一个是可能比较直观的看到 就是中国女性的独立 可能是经济上的独立 我们自己瑞银其实最近也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 小姐姐经济 然后她经济 其实我们都看到 其实世界二十国的这个大的经济体里面 其实有超过一半的国家 可能她女性从事劳动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在中国是更加高 有超过60% 其实在中国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了 经济提高了 消费力也在提高 现在很多经济其实都是在目标女性客户的 所以这是一方面 我觉得经济方面的独立可能是更 让容易 就是更加可以直观地看到 这个女性的这个独立 然后还有两个方面可能没有那么的直观 可是我觉得非常重要 一个是思想上的独立 然后我们有很公平地受教育的机会 父母 我自己的父母都是尽最大的努力让我受到他们能供给的最好的这个教育 然后这一代的我身边的很多女性的朋友都是思想上非常的独立 可能相夫教子啊有特定的行业 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开放非常的包容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机会是我有很多选择 没有固定的一条路径是给你设定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女性独立 选择权上的独立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表现 高总您刚才提到就是现代女性其实是越来越多人实现的经济独立 那从你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十几年来一直都在做财富管理 一路在经济行业 你手里经手的女性都是高净值客户群体 这个比例大概是从你入行的时候的是多少比多少 到现在有多少比多少 增长很快啊 我看我们自己的数据啊 就是可能五六年前男性客户versus女性客户的比例可能是8比2 男性客户居多 那我上个月做我们明年的计划我重新看了一下我们的数据 一半一半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企业家 女性高管 包括哪怕是全职太太 她也更多的参与到家庭财富的管理 这个比例非常明显 女性客户跟男性客户比 他们有些显著的什么样不一样的特点 我自己觉得我们交往的女性客户 会更加注重风险的控制 然后更加会看得长远一些 而不是短期的这个利益 然后女性客户会更加好学 女性会很有责任感 然后女性客户会对金融以外延展的很多服务 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比如说慈善艺术环保 这个可持续的投资 这些主题女性的客户会更愿意花时间 她会更多的关心对这个社会产生正能量的东西 所以她即使在投资的时候也更有责任感 她会的 会更有担当 邓老师最近几年 工作重心也都是在慈善这一块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其实我们一直特别坚信一点 就是前南非总统曼德拉说过的一句话 体育有这个能力来改变这个世界 体育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力量 那么从小呢 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家庭 父亲是一个乒乓球的教练 母亲就是一个棉房厂的工人 但是呢 可能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基因 也好 因为我父亲原来是运动员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熏陶吧 走向了 在这个乒乓球的这条路上走下来了 当然因为在这一路过程当中 遇到特别特别大的坎坷 就是到哪哪 到哪哪不要 到哪哪不认可 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个子太矮 没有任何的培养前途 但是呢 我自己呢 有点不太认同 就是因为我十岁的时候 我该拿冠军都拿 拿去河南队集训了 结果呢 有一天教练让我父亲去 把给我领回家了 领回家了以后呢 其实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再练了 跟我父亲讲 你给他领回去吧 他没有任何的培养价值 就不要再打了 十岁的时候 我父亲真的是把实话告诉了我 后来他说你怎么办 他问我 我是怎么办 我说 我呢 十岁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点 凭什么 我能赢他们 为什么他们留下了 我却走了 不公平也不服 就这点 为什么 不服 所以我要继续打 就这样子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点不服吧 所以造就了我今天 所以 但是实际上要解决问题的 你个矮就是个矮 你没办法的嘛 你没办法让他 对呀 先天条件是没办法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解决 为了个矮 那肯定 我父亲告诉你 那你要比别人跑得快 对吧 你肯定嘛 人家一步 我得两步嘛 那你得比别人跑得快嘛 是吧 那你得把球打得更快嘛 你打得更狠一点嘛 我还得要跟别人打得不一样 因为 如果跟别人打得一样的话 那我也赢不了别人 是吧 所以就注定 我就不能走别人的路 我也注定 不能走常人的路 因为这个身材 已经这样决定了 只能走自己 只能做自己 就这样 但是在这个之前 也没有人做过一些 就是特别的打法 但是我就必须得创新 因为走常人路 是一定没有我的机会 所以都是逼出来的 很多也都是逼出来的 全部都是逼出来的 所以我想说的呢 就是 我觉得 其实我们不需要 给自己设限 别人认为你不行 不等于你不行 不用太在乎别人说什么 做你自己 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苦头一定得吃的 这个 你想要成就 那这可不是 在那儿还是躺平了 然后这个佛系了 你就能成了 肯定 那你对现在年轻人的躺平 不参与泪卷 我们就要躺平的年轻人 你有什么建议 对于我们那个年代 好像没有这种词 可能因为我们稍微 岁数大点 那个年代 其实大家都是拼 因为其实家里 都没有什么家底 不像现在 现在的年轻人 我觉得多多少少 因为有我们父母的 甚至爷爷奶奶 老老爷的积累 甭管的财富的积累 中国的这个 我们强大 逐渐的强大 经济的强大 我们有很多的积累了 到现在 我觉得他们现在年轻人 真的很幸福 我们那个时候 不靠自己拼 不靠自己去玩命 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能怎样 你能怎样 对吗 但现在我觉得 就是日子太好了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可以选择 躺平 他们也可以选择 佛系 他们也可以选择 享受人生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这是他们的人生的选择 那么但是我觉得 不管哪一个年代 哪一个时代 对于年轻人来讲 他要想实现 他自己的价值 唯独拼搏 如果他觉得 我这样舒舒服服的 过好我的日子 做好我的事情 我享受人生 没有问题也很好 每个人生 自己做主 自己选择 我觉得我都很尊重 大家的选择 他也可以选择躺平 那你就选择躺平之后的结果 能够承担这个后果 不要躺平了 又羡慕人家拼搏那个结果 这就不对了 那高总其实自己 你也是高净值客户群体之一 你是怎么看待财富的 我觉得财富有很狭义的 和很广义的 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财富就是金钱 我觉得这是比较狭义的 我自己对财富的理解 我觉得其实是很广的 我觉得身体的健康也是财富 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 心理的健康是很大的财富 然后你人生的阅历 就像刚刚邓老师讲的 很多苦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回头看 是很大的财富 然后这个 你的孩子是你的财富 所以我觉得财富是一个挺广义的事 您个人的家庭财富是怎么样观念的 我们其实自己 就是跟亚萍姐也可以分享 就是瑞银一直有这个观念 我们叫3L 就是liquidity 流动性 Longevity 长久性 和Legacy 传承性 就是我们自己肯定是这个概念的 非常忠实的这个拥护者 就是liquidity 就是我们保持财富的一定的流动性 因为市场是在变化的 你不能说发生了一个什么急事 你没有这个资金应对 或者是市场上有一些什么机会 你没有资金去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 高净值的客户 比如说保持一年的生活所需 保持你的流动性 然后Longevity 长久性 就是为我们未来打算 我们自己的未来 孩子的未来 留足一定的基金 然后Legacy 就是到了我们的客户 你看我们自己的高净值客户 中国 现在是在一代往二代传 那海外可能像瑞士这样的国家 都到四五代了 那这个怎么传承下去 一个是金钱上的传承 还有精神上的传承 这个都是我们会要考虑的 你怎么看 就现在在房住不炒 然后居民的财富管理的趋势 会给瑞银这样结构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我觉得带来非常多的机会 因为过去几年 其实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 比如说开始打破钢队 有了资产新规 然后近些年的这个债券的一些事件 其实都让这个资本市场意识到 风险控制是很重要的 长期的投资是很重要的 资产配置是很重要的 而专业的这个投资建议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说我就去买一个一年期保本保收益 几年几年里面是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自己觉得中国过去资本市场的几年的变化 其实是对瑞银这样的机构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成长的空间的 那你们跟本土的财富管理机构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一个是我们全球的我们叫CIO办公室 就是首席投资办公室 我们全球有200多位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分析师 那因为我想中国的高净值客户 他也不是只着眼于中国的投资 他也是一个全球的布局 你需要有一个全球的这个视野 帮助你去实现这样的这个布局 第二个是我们非常非常讲究这个资产配置 分散分险 其实明年我们觉得是持续复苏的一年 然后全球会持续的这个复苏 那我们自己可能还是会对中国的 有一些板块会非常的看好 比如说医疗板块 消费升级 那可能全球的央行也会有一些 货币政策上面的一些动作 那我们自己觉得明年可能对冲基金 对冲策略会有更多的机会 教育界有句话是不懂体育就不懂教育 因为体育是最根本的人格的教育 然后邓老师也有句名言 不光知识能改变命运 体育也能改变命运 您怎么看现在的国家推行的双减的政策 你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会见 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的特别的好 对于我们做体育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是特别的开心 看到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出台 因为我一直是在呼吁 因为我曾经在政协也提过这样的一些提案 因为我们现在的青少年的体质的问题 是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这种关注的 现在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可以说是四大体质的问题吧 第一呢就是进食 第二呢就是肥胖 第三呢就是脊柱侧弯 第四呢是心理 心理的疾病 心理健康 其实孩子现在有这个病那个病 其实孩子没什么保护 身体好着呢 就是他们运动的太少 就是让他们出去的太少 因为现在进食练率很高 实际上来讲打打乒乓球 就能够帮助我们孩子 能够提高我们的视力 如果多出去晒晒太阳 多补补盖 你也你也就好了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让孩子出去天性啊 去耍呀 出去去跑啊 跳啊这种东西太少了 这个圈养的太厉害 还是要释放孩子的天性 让他们去做足够的体育锻炼 让他们足够的去跑啊 跳啊 去去享受这样的一个阳光啊 享受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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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重要 那除了这个大趋势 比如说疫情 肯定是能过去扛下去 那具体的 西分的赛道 你会比较看好了一些 区域场业特别特别长 这个产业链特别特别长 对于我们现在率先起来的就是我们的鞋服类 率先起来的 装备类 装备和鞋服类 尤其是鞋服 那么我们有国内目前有几个 几大品牌都做得相当的好 所以我想呢 这个是率先起来了 随后呢 我相信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配套的相关的器材啊 健身啊 培训啊 行业啊 等等一系列的这方面的东西 我们还是围绕着体育跟科技的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都非常的智能 也非常的这个习惯于线上跟线下的一种互动的运动的方式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我们可能比较看好的就是 整个消费升级所需要的一些高品质的 这样的一些产品的 对 这样一类的这种产品的提供或者服务的提供 这个是我们比较看好的 类似像这样子的 这个家庭类型的这种健身的这种方式 线上跟线下互动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跟科技有关的 因为科技能够 体育科技 体育跟科技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体育跟科技有什么关系 但实际上来讲真的不是这样 因为我就举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 就是说从我自己自身来讲 我打球呢 刚才没有具体讲我的打法 我怕大家听不懂 但实质上来讲呢 就是我们讲胶皮 打球的那个胶皮啊 那个上面那个胶皮 那个胶皮 我的这个打法呢 是在胶皮上的直接的创新 然后导致了是一个打法的创新和颠覆 就只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一种胶皮叫长胶 这个长胶呢 只用为这个防守型打法 那么呢 他的球打得特别的怪 但是这个怪的问题呢 就是他影响他的速度和他的力量 但他的球就是飘飘乎乎 那么原来这种打法只用为防守型打法 但我把它打成进攻型打法 那么我把它打成进攻型打法 一个是我需要有这样的技术 同时我也需要这样的胶皮 他都够结实 因为他得他有具备这样怪的性能 同时他还能有一定的速度和力量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就需要我我跟工程师 就是研发这个胶皮的工程师一起商量 我小的时候 我当时还没有进国家队的时候 就是这样 然后呢 跟师傅们商量 然后那个教练给他们提的要求 就是你让他撑够一场球 就是这张胶皮坏 你得让他打完一场球再坏 一场球是多长时间 一场球有可能一个多小时 就是五局 我们那个时候五局三胜吧 21分 你不都打着打着都坏了 你断掉了 他这个胶皮这个弧线就不规则了 我就没法控制了 就这个意思了 那个时候就是产品的研发 就是材料的研发 因为那个橡胶啊 他这个皮很薄 栗子很很长 一打就断了 你得让他牢 就是他得结实 但是他结实又是个矛盾 一结实他就不怪了 他一太怪了 他就不结实 他是一个矛盾 那得平衡住 对 不可能三角 不行 他有规矩的嘛 所以这样的话 他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所以这就是材料的研发 所以我成功 还有跟这个有关 如果这个师傅做不出这个胶皮 我再好技术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我就想讲这个例子 就是各种的这个新的材料 新的技术 高科技的产品 都会用到竞技体育身上 都会让运动员来适应 因为运动员是挑战更快 更高更强 因为其他人是试不出来的 给你穿上也不管用 感受不出差别 其实很多的新的材料 新的技术 新的科技 首先是跟体育用在一起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 我们认为体育跟科技 会有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潜能 我想请接一下高总 你觉得生育会给女性职业 带来天花板吗 因为你是两位孩子的母亲 现在放开了三胎 你觉得年轻女性 就业会不会受到歧视 就像您来说 你会招聘未婚未育的女性吗 我非常鼓励 就是我其实在 你不会担心 进来后就要休产假 还一休休年薪要休三个产假 没有 就是我自己两个小朋友 都是一直工作到第二天 休产假我才开始休啊 我不觉得有孩子 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其实非常鼓励 我们的很多女同事 我昨天还在跟女同事说赶紧生 就是没生老二的赶紧生老二 就是我觉得家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独生子女过来的 其实一个其实是挺孤单的 我其实是特别鼓励他们去生孩子的 我觉得当了妈妈之后 女性会更加有责任感 其实对工作是有帮助的 我自己觉得 所以我不觉得 而且其实公司对员工非常非常的友好 其实您刚才提到 就是随着现代经济发展 旅行越来越独立 我也读过一本书 里面大学社会学教授的一本单身社会 他就说 他通过海量的数据调研 说现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 都在进入一个单身社会的这种趋势 是中国现在这个趋势也比较明显 你刚才鼓励头是结婚生孩子 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会选择单身不婚 你对这样的年轻人 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尊重 我觉得现在社会也很包容 也很多元 我觉得婚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做了一个错误的婚姻 还不如不做 我坦白讲 所以就是尊重 如果没有碰到合适的 我觉得单身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那碰到合适了 那我觉得结婚了 婚姻也不容易 也需要经营 组成一个家庭也不容易 结婚需要付出的努力 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尊重 就是每个人的选择都很尊重 我觉得没有好跟不好 就是他的选择 但是你做了这个选择 就跟你躺平一样 你做了这个选择 你要接受这个选择带来的一切的 这个所产生的结果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选择 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也一样是表示尊重 你选择独身也好 或者选择结婚也好 才怎样 我觉得主要是你自己开心就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挺重要 再一个我也发现 因为我自己的团队 也有一些非常独立的 甭管是男生也好 还是女生也好 我发现大家都特别的投入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他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没有时间去交朋友 他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他就特别希望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呢 有的时候呢 也需要去破破圈 所以我是觉得呢 还是希望大家多去运动 跑步 跑马拉松 你可以找个伴帮你跑 给你一块跑 是不是 你练个什么 什么这个健身的 或者干嘛的 你打个球啊 其实体育特别好的 是一个社交的一个方式 体育可不光是说你去运动了 你去看比赛了 实际上人家体育很重要是社交 而且是破圈的社交 但是你要如果去做一个运动 去看个比赛 或者因为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你喜欢 大家因为同样的爱好 你反而更能容易 更能容易找到朋友 是吧 能组成一个家庭 他有共同的爱好 邓老师 知道你在书上写 你从来不给自己打分 我现在一定要 今天给你过去的岁月 打个人生考卷 打个分的话 一百分你会打多少分 我非常非常努力 我对自己是相对是比较苛刻的 而且是比较自律的 那么我相信任何一个能够成功的人 一定是具备这样的一些素养的 否则的话 对这些成功的人就不公平 因为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头 我们可能付出的时间会更多 付出的精力更多 那我觉得他成功是必然的 所以我觉得 那对于如果说打分来讲 我觉得我可能是 我对我自己是90分吧 我觉得是一个90分 相对来讲 我还是比较 对我比较满意 但是同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现在越能越体会 就是有些事情你努力了 但不一定能成 不能完全说认命 但最起码你接受 对了 这个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可以说是更平和的 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有时候成功 或者一个能做成一件事 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 所促成的 那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不是说 你单方面的努力 甚至你自己团体 再努力 有时候也不一定能成 但我觉得呢 刚才其实高总说的 一定我觉得很欣赏的一句话 就是过程很重要 欣赏这个过程 当你努力的这个过程 和奋斗的过程 其实对自己是一个 很大的一种安慰 甭管最后结果成还是不成 最起码你努力过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二十四岁很年轻就退役了 那时候已经在巅峰状态 然后别人 大部分人二十四岁才大学毕业 刚刚人生的路刚刚开始 在你面前是一眼 肉眼可以看到了一个 下坡路 对 下坡路 对 当时是怎么样应对 从这个状态中走出来了 对啊 好多人认为我们其实是 一直都是头戴光环 因为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我们很小的时候 都已经成名了 已经成名了 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这个方面呢 确确实实 我不管走到哪儿 别人总说 哦 戴亚平世界冠军 冰棒球世界冠军 是 这一辈子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title 但是呢 同时其实它也是一个枷锁 因为别人认为 这是你最高的成就了 你再干遍任何一件事情 都不可能再超过这件事了 那么但是对于我们一个 这么一个年轻 轻轻二十四岁退役了以后 你想想我后边这几十年 我等于干什么都干不过 我前面的这个二十四年 你说是不是 那么其实也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是笔直着一条 人生的下坡路 因为不可能再超过 我二十四岁以前的成就了 但是呢 我是觉得 我是可能这个性格 也属于这样的性格 就喜欢去突破 喜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我很好奇 我这个人特别好奇一些事情 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去 去感受一下他们 哪怕我就经常去到 一些一些新的环境 我去吃吃当地的好吃的东西啊 去玩玩没有玩过的东西啊 这就是好奇心特别重啊 我觉得但是恰恰是因为人有好奇 你可能才会对新的东西 有无限的一种探索的遗忘 那所以说呢 我觉得我并不是特别特别恐惧失败 因为我们从小 从不会打球 到你战胜所有的对手 我们是失败过来的 不是赢过来的 是输过来的 因为你没有输就不会赢 但是我觉得竞技体育教我最重要的 我认为 就是让我学会怎么输 认输但不认命 对 我们是天天要面临这个问题啊 我们天天要比赛的啊 而且是要竞争的 非常残酷的竞争 因为乒乓球在中国 一打好了就是世界冠军 我们全国比赛 比世界比赛还难打 我们队内比赛 比全国比赛还难打 因为队内最高水平全在这儿 全在这儿了 我们中国打世界 世界打中国 那么就是我们虽然做了个很难的事情 但是你只要能够进国家队 你只要能打中国队的主力 你一定是世界冠军 你就不用讲这件事情 那所以 我是觉得 在整个这个竞技体育这个道路上 我其实教会我很多东西就是什么 我刚才说的 很简单一点 就是学会怎么面对输 然后你才能更好的面对赢 今天输了不等于你明天输 但今天赢了不等于你明天继续赢 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心态 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 每天都清零 对了 随时清零 我们有一句话 当你从领奖台走下来 那一刻开始 一切从领开始 我真正经常现开